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武派领袖李鸿章两次以便于运兵为由向慈禧太后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 当然 臣民对此一片反对 誓之为害人之路 1880年 李鸿章悄悄修建了一条从唐山到须各庄的铁路 方便运出开平煤矿的煤 一年后 这段十公里的铁路建成 李鸿章裁商走朝廷 并刻意将其说成马路 1905年修铁路的工人唐须铁路通车后 英国工程师将一台废酒锅炉改造 呈蒸汽机车拉煤 此事传出后 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 李鸿章为了平息非议 只得改用罗马拉运煤车皮 马拉火车 现在看来想笑话 在当时却是真实的情境 那个年代 反对修铁路的声音特别大 中央和地方官员反对的态度尤其激烈 此起 同志地乃至稍后的光绪地 对此颇有顾忌 不敢轻易决断 1881年 李鸿章是茶堂须铁路 反对的理由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有些十分滑稽和笑 第一 铁路若开 恐软变敌人来犯之徒 担心侵略者利用铁路运送兵力和物资 李鸿章对此回应道 有敌来犯 可扣留火车 拆毁铁路 第二 铁路一开 则中国支撤伏数将无以谋一时 同小民失期生计 避兹事端 担心增加失业 引发社会动乱 李鸿章回应 驻路仰路 火车运转 都需要人呢 第三 铁路于民间铁路坟墓有爱必多土挠 担心破坏风水 李鸿章 铁路所占土地不过一战而关 对农田民居坟墓没影响 李鸿章和港都伯利在广州铁路通车仪式上 第四 铁路有爱民间车马即往来行人 恐至拥挤科碰 担心火车引发车祸 李鸿章回应 有两种解决方案 一是建立交桥 二是在铁路与马路交叉口设炸门撂网 火车来了就阻止行人通行 还有大臣认为 铁路开辟所未有 祖宗所未创 并将修路与灾变联系起来 说什么清宫太平门大火就是天象示警 对此 李鸿章苦口婆心 狐艳居烦的予以解释 像小学老师一样 介绍铁路的基本知识 或者博士对方的无稽之谈 经过二十年的争论 朝廷终于认识到新修铁路的必要性 1889年 慈禧下发一旨 明令海军衙门主持修建铁路事宜 虽然由海军衙门主管修建铁路 显得不伦不类 但好歹二十年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